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私底下去过着非常欧式的生活 他不仅曾经创下一年开办两万桌 单厂八百桌的版斗记录 还曾经要上国际媒体 这一位与众不同的台湾版斗王 是如何将本土版斗跟欧式品味完美结合 让台湾的版斗美食更上一层楼呢 一起来看看 反正虽然是一个名书 可是我们能够好好看 比以前更好 我是更爱美的东西 美的东西有好多种 这么美食也是很美 我也要美食 我也要收藏一种东西 我又要听音乐 什么叫古典 这流下去 音乐流下去 就是没有受到淘汰 我们的料理是什么 就是什么以前的菜 什么怀骨的菜 什么以前的味道 什么以前的味道 就是以前的菜 料理流下去 就是最经典的 美酒 咖啡 悠扬的音乐 一场优雅的下午茶派对正当开始 众人一点享受美酒餐点之余 主人汪毅勇还不忘为客人解说 大家目前正在聆听的这一曲 肖邦钢琴奏鸣曲背后的典故 汪毅勇人称阿勇塞 是台湾伴桌界天王级的宗扑塞 入行超过四十年 然而做的虽然是本土味十足的版头生意 阿勇塞私底下过的却是欧洲式的悠闲生活 只要一有空 阿勇塞就会躲进他这个秘密基地 享受偷德福生半日闲 对美的热爱让阿勇塞不仅休闲方式 跟一般厨师相比很不一样 阿勇塞的特别更在于 他将传统的伴朵 转型成精致的五星级外汇宴席 典雅宴会厅等级桌巾加上靠背椅子套上一套 每个餐桌上还设有中式的圆转盘 方便客人取餐 而在三十多年前 多数外汇还是用板凳以及廉价塑胶布铺桌时 阿勇塞的板凳团队就已经比照高级餐厅的规格 而且所有成员全部穿上制服 板凳打的是团体战 因为每一场板凳的条件都不同 所有成员必须像是野战特种部队一般 既要各司其职 非常时刻又等要相互支援 阿勇塞总览全场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刚刚得到通知开席时间突然提前 现场看似紧张 但由于每个人都已经身经百战了 应变的能力绝对一流 众人节奏突然加快 而开席也即将进入倒数 好 出菜 可以感觉到它用料切料刀工非常的好 每一个料都切得很均匀 食材非常的精鲜 你们觉得吃到它的菜 你们感觉怎么样 会觉得很精致 对 有觉得很精致的感觉 隔天另一场战事又即将展开 位于台南永康阿勇塞的宴会厨房里 所有伙伴已经上井发条 为晚上的宴席忙碌着 大家各就各位 进行陈之作业 把握时间 食材切洗 配料准备快马加鞭 所以这头咖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吃 这一只 然后百二三块 一本而已你比较有利用 一本而已比较贵 一只就不你买三百块 Bigo要用的软壳蟹得一只一只清理 美国乌生也要一尾一尾轻度去杀 这个你肚子要先清 这个有刷 有刷 有刷 你刷如果不清掉 吃这个口口就不舒服 半斗四十年 阿勇塞对食材掌握得一清二楚 他说要和大饭店竞争 第一点食材就不能输 真材实料是赢得口碑的关键 你要吃 要吃多少钱 这饭店要用这个大碟 不可能 第一个食材 食材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食材是拼棺 第一个我们会住水厂商 要刷拼棺的食材 第一个我要拼棺一下 我们整个社会也要再看食材 有够吗 有早来吗 常常我们都有些新的菜 更给他们说这个 了解一下怎么处理 记得一下 农民丽上的好日子不是天天有 婚丧喜庆经常一起凑热闹 阿勇塞板斗同一天办七八个地点不稀奇 他训练了几个土地主厨 各个独当一面 忙碌时行政主厨阿勇塞就负责跑场寻场 掌握品质 今天开席时间是在晚上 你到达现场首先就是处理食材 清理所有餐具 助手阿姨一一将食材放入大盆内 各种食材分门别类清洗干净 让客人吃的安心是他们最大的用心 这一群俗称为G咖的工作人员 其实就是棕破塞的助理 可别小看这群阿姨 他们全都是跟随阿勇塞南北 征战多年的特种部队 不过也是因为都是街坊邻居 有时候阿勇塞想要做出改变 难免会顾虑人情 阿姨塞国小毕业13岁 就开始在父亲身边当学徒 从洗碗洗菜 洗碗洗菜 我们做不上去 也是透过人帮助我们 阿姨塞国小毕业13岁 就开始在父亲身边当学徒 从洗碗洗菜切菜开始学起 连搭棚架都要会 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大家族的 可是家庭是不好过 做人就要兵 做家就要穿 做头当然都专籍 就要换一顿饭 他的狗就是这个 不一定你贪的今天 不一定吃的饭 所以他还是绝对比较轻 比较比较滚 因为家庭困苦 自小阿姨塞不仅要承担许多家务 八岁起就跟着开小吃炭的父亲 帮忙工作 小学毕业之后不再升学 但也从此开始他棕破塞的学习之路 我们拾了我们爸爸 老师我们爸爸 他说工具 你怎么做就好了 他不特别跟你说 你怎么做 他在做 我们在看 你如果不对 就给你纠正 纠正中间 如果还不对 他就命了 我们知道 那时候 就暂天津津津 要做得对 切螺 皮就皮 丝丝丝 各个工 煮就煮的 我们会去教育 自己先做好 在做的时候说 工作就是学习 学习就是工作中间 在传统土法炼钢的教育下 也不太多 就是还是要做而已 人家做一遍 两遍 三遍 五遍 我只有做一百遍 就是透过做越多 然后说手能生巧 透过用做的 看的 学习的 不对的 跌跌撞撞 腳有的慢慢地 一直在做就好起来 在传统土法炼钢的教育下 即使师父就是自己的父亲 阿庸塞也从来不敢喊苦 乖乖在父亲身旁学习 累积经验 我爸那时候的手法就是 没有跟你说很多道理 可是没有好理解释 做得好学道 他做得很辛苦 做得很疼 做得很疼 我们也不能说 说我们得了风量 我要做得很疼 只要不要疼六天 很尽量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阿庸塞逐步累积自己的经验 终于到了十八岁 有一天父亲给了他一个机会 证明自己的实力 到十八岁 我爸对我们就做主席了 他在看我好学 主人家又没有跟他们疼 又有跟他们疼肉 他觉得很方便 可以 比较少了 你是去做 做虚的 送丝的配 你去做 那时候开始了一个思维改变了 那时候是真的工具 工具要切 切螺 切螺 切螺开始改变 切螺百水 一个料理百水 方向看第二眼 这就成功 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 这时想要改变的阿庸塞 也开始看到传统伴著的问题 也想要力图改进 三十多年前阿庸塞第一次出国旅行 最让他佩服的就是外国泄膩的饮食品味 他心想外国人可以把料理做到艺术的境界 台湾人没道理办不到 于是他开始改良外汇的形式 改走精致路线 还盖了一栋宴会厅 里头蒸鸡油画 灯光气氛营造的舒适温馨 从欧美日本进口高级瓷器当作餐具 把板豆当成艺术品来做 在传统的板豆菜色中 这一道五六只红烧鱼 正是阿庸塞的出楼菜 鱼子都用什么鱼子都可以用 可是一般年可能比较好吃 没有Q型还有弹性 配料是准备船变在这里 待会用爆香 它的特色就是爆香 那种锅的开口就是香气 香气如果没起来 就吹了那种红烧鱼 红烧鱼的味道 这味道在我们的韵味 像女人的水水有韵味 首先将鱼抹上盐巴 泰白粉油炸到酥香 再将这些颜色缤纷的配料 下锅炒香然后勾芡 淋上鱼身之后 就完成了这道经典菜色 五六只红烧鱼 也是台湾人过年过节时 最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是板豆当中最常吃到的古早味 而接下来这道菜烘肉也是经典 很多人吃传统的半桌菜 最期待的就是烘肉 香喷喷的烘肉加上笋干 真是难忘的滋味 因为做法比较耗时繁复 过去通常只有在较大宴席时 才会出现这道菜 而接下来这道佛跳墙也是大菜 更是半桌菜里面经典中的经典 为什么最经典呢 一号它里面的馅料蛮多的 里面有豬脚排骨 豬肚 芋头 芋子 鱼鱼 鱼鱼鱼 杏鲑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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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还有干杯 等于是在大杂烩 可是为什么融在这么多呢 最基本的味道 这五味杂成 以后你想要的味道 整个用里面的香气融入在里面 所以整个中间要整个三个半到四个中和 慢慢闷出那味道出来 这也是我们半桌感的最大的特色 吃半桌菜最过瘾的就是所吃的每一道菜 几乎都是经典 口感滋味各有特色 而且一出菜时 每道菜都是热腾腾的上桌 充满浓浓的幸福感 搬粥菜不仅滋味美妙丰富 也像这些台湾晋雨一样 充滿濃濃的在地風情 阿用塞吸收不同文化的餐飲 特色優點 卻依然能保留 台灣傳統絆豆菜色的美味 餐飲料理藝術化 藝術把它生活化 譬如說既然跟既然面對工作 就是你要當作是一個很悠哉 一個生活的藝術 你卻沒有負擔 沒有負擔的產生 你做的菜就給人家沒有負擔 斑豆精緻化 料理藝術化 藝術生活化 阿用塞人如奇菜 他把斑豆當作是一種藝術來經營 做出來的料理質樸而有深度 精緻卻不浮誇 他讓斑豆的丘楼彩真正的提升 成為台灣的驕傲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中壢有一家號稱 正宗四川麻辣的滷味攤 主打的麻辣鴨頭辣度 可以讓你噴火 老闆娘是來自四川的蘭茜 她本來在大陸是個化妝品公司的副總 愛情長跑十年 男友就娶了別人 深受打擊的蘭茜 最後在網路上遇到了戴雲飛 見面三次就閃電結婚 她決定為愛走天涯 跟老公一起在台灣開店 只是一開始 兩人光是為了要多麻多辣就吵翻天了 麻辣夫妻愛鬥嘴其實也相當互補 藍線敢衝不怕失敗 戴雲飛龜毛堅守口味 絕配的兩人已經培養出一群愛挑戰辣度的四中顧客 妳要幾個丫頭 15個 好 15個 好 一樣大辣嘛 對 好 嗨 妳好 四個丫頭 四個丫頭 好 原味 已經很辣了 每天下午三點 過丫頭的節奏聲一傳來 不管大人小孩 資深的或年輕的丫頭 都迫不及待來報到 這裡是來自鵝眉山的川妹藍芡的攤子 來踢館的多半是為了這既麻又辣 卻又冰冰涼涼多層次口感的麻辣冰鎮丫頭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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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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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國家沒有那麼辣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好吃的 辣辣的辣辣的牙 我跟你講這個口感真的是不值該辣 它是香又辣 它的香韻在嘴邊爆開 對 爆開之後你會覺得說 世界上其他的乳味都不是乳味了 這樣你吃到它的骨頭裡面 還有吃到它滷味的香味 所以說它這個滷味真的有咬 滷味的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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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到有這麼急嗎 他怎麼叫起來 讓人選指回味又辣到噴火的獨特風味 全靠來自蘭芊四川老家私密的39種中藥材 加上多層次的辣椒跟花椒 勾動大家的味蕾 這種青花椒是我們老家獨特的藤椒 從小就吃這個味道長大 所以特別懷念 這種台灣都沒有 可是我不能講 這個是非常隱密 是我們裡面比較獨特的東西 那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在大陸它不算什麼 它叫長香果 可是在台灣絕對找不到 它跟一般的香果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它就是比它長 那香氣也不一樣 但是會讓你植入心肺 對 植入心肺的那種感覺 就是筍子回味 或者它會讓你吃了還想吃停不了口 完全不用看就可以切菜的架式 很難想像五年前藍芡 根本連菜刀都沒有拿過 我以前在家裡 我真的沒有進過廚房 剛來台灣開始做這個第四天 就剁鴨頭 結果手一滑 因為也急嘛 剛開始做就不熟悉 就剁到封五針 現在都還有三口 你看這裡還有 簡簡的 這兩隻手指總共封五針 所以當這位俄美女俠 拿著祖傳配方出入廚房 根本還不懂拿捏口味分寸 慢慢倒 下手大麻大辣 作風豪邁 一開始就嚇壞了台灣老公戴元飛 因為麻度辣度 兩個人嘲笑 我就說你加這麼麻 你只賣給四川人嗎 我說會滷 你自己滷 我不滷喔 我就這樣那個盆子 我說你自己滷 我不滷了 我掉頭我就走 因為我們老家就是 越辣越麻 越香越好吃 辣到牙齒 再顫動舌尖再冒火 這樣才算絕頂美味 我說你一定要要降下來 但是我們要取它的香 在台灣不管走到哪一個地方 都是聞香而來 聞香而來 麻辣降了以後 中藥味就提升上來 我們只是做麻辣度的調配 你是說再更精進那是有 可是你說要改配方 改到什麼程度也還好 請 我來就我了 送了一口好菜 沒辦法 你說你先生是很機車的人 我都敗了 所以鈔票進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老公是對的 對... 說實在話 先生的起到的作用 是無可比例的 我老公 我來好不好 那個腳不是那樣子腳 他都看不下去 對啊 他都這樣 腳動的時候 要對他溫柔 你對我有像電壓頭 這麼溫柔就好了 我滿滿的愛 滿滿的用心 溫柔都在... 都憲哥的客人是嗎 不是 都在這一鍋上面 戴雲飛幽默風趣 正是吸引藍芡的地方 但其實他對細節要求 近乎龜毛 每一鍋滷味 配方比例用了多少 私底下都記錄得詳詳細細 就怕滋味失了精準 藍芡卻是一個今天偏麻 明天偏辣 一切憑感覺卻很敢衝的 大辣辣丫頭 互補型的麻辣夫妻 很難不吵嘴 有他在的時候 我就三遠一點 免得起衝刀 熟雞的比較龜毛 你熟雞他熟狗 對 你全部淋啊 對 踢飛狗跳 兩人唯一不吵的 是對食材的品質要求 他們一定只用 現在溫體土翻鴨 剛開始滷的時候 不是買到土翻鴨 你知道嗎 滷出來全部都爛爛的 我們想說這個鴨子品質不對 味道是一種冰箱味 因為就是冰太久了 滾燙熱水給溫體鴨頭 醍醐灌點 不消幾秒鐘 鴨頭立馬清爽乾淨 再用冰水沖涼 冰火五重天 腦袋瓜立刻緊實 冷水冰過了以後 鴨肉的那個汁啊 鮮味都鎖在裡面 我這樣子做 客人吃起來是最好吃的 就是說起三溫奶這樣鴨頭 然後逼出血水 這樣滷出來的鴨頭 骨髓也好 老髓也好 肉質也好 它都很鮮美 就沒有那個血腥味 三四個鐘頭後 鴨頭滷得烏金發亮 中藥香氣完全滲入腦髓 見客前還得先羞羞臉 才能成為店內No.1 台灣人愛吃鴨頭的程度 遠遠超乎我的想像 她就跟我說 她一個人邊看電視邊看鴨頭 她可以吃到700塊 700塊是多少 21隻鴨頭 而把蓮藕做成麻辣滷味 這裡不是全排獨一 至少也是五二 雖然麻辣蓮藕在大陸很家常 不過台灣幾乎吃不到 成為藍芡的鎮店之寶 厚度一定要厚 才能吃出脆脆口感 為了怕買到泡過藥水的黑心蓮藕 藍芡一定親上市場 買蓮蓉自己種的新鮮蓮藕 這樣都很漂亮 這都很漂亮 五歲 今天的漂亮 六十塊 喔 水 在台灣傳統市場裡 像藍芡這樣腳凳高跟鞋 受提名牌包優雅打扮的 真的不多見 藍芡堅持脫下店裡大媽的形象 把自己穿成一道風景線 因為這才是她原來的樣子 嫁來台灣前 她可是個化妝品公司的副總 常帶著美容師提著化妝箱 衝鋒陷陷陣 每年扛起公司兩三百萬人民幣的業績 只是女強人似乎感情總是不順 早年當駐唱歌手時認識的男友 在交往十年論集婚嫁時卻娶了別人 而被蒙在鼓裡的藍芡 還傻傻地把積蓄全給了對方父親治病 那六七十萬人民幣我也全數會給她 因為那個時候她父親已經好像是肺癌晚期 她說需要錢 那時候我身上我就盡我自己所能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我自己要托付終身的愛人 十年感情莫名其妙分手 還人才兩空 用情置身的藍芡深受打擊 想死吧 真的想自殺 那個時候 其實真的是蠻 愛一個人 可是我覺得 遺憾吧 心中傷痛 上網找人傾訴 竟讓藍芡碰到了真命天子 戴芸菲有著類似的遭遇 兩個人透過網路彼此陪伴 雖然一個是副總 一個是食品印刷廠的技術員 懸殊的背景並沒有阻止戀情 在鍵盤之間慢慢發酵 網戀兩年才第一次碰面 但碰面第三次就閃電結婚 算是有智慧的女人 在我的印象中她還蠻有事業心 還蠻獨立的 只是想說實際感情裡面也有欺騙 那真實的心理網絡裡面也有真情 就是因為這樣的感覺 所以那就加來台 為愛放棄副總工作遠加來台 藍芡沒有想到入境面談時 卻被當成是為掏金而來的假新娘 讓曾經年薪百萬的她相當錯愕 文憑也不被承認又沒有工作權 副總跨海變成了臨時洗碗工 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到面板工廠當作業員 但藍芡相信自己不僅僅可以這樣 最後決定創業賣起日夜思念的四川家鄉滷味 我第一個反應我真的是不贊成 我就覺得她的廚藝還有做家事各方面 好像都沒有在 所以我真的是很反對 她如果真的開了這家店累的一定是我 果不其然先生最後連工作都辭掉全心投入 只因不忍心看藍芡常常得半夜一個人 孤零零的剁著鴨頭 覺得鴨頭很有欣慰 然後又怕那個剁鴨頭那種感覺 剁著下手 對 她當時就跟我講 我覺得妳做這個超出妳的能力範圍 因為我天蟹座的個性 妳只要敢講出這個話 我就沒有退路可言 我不會跟我自己失敗理由 戴云菲死鴨子嘴硬 其實是在評估中年轉業的風險 藍芡從不會料理到內場外場兼顧 苦撐了一年半 就為證明給老公看 這段時間貼心的兒子 成為她最大的精神支柱 妳是叫媽媽女兒嗎 那媽媽叫妳什麼 兒子爸爸 這是我們的小秘密 都被人家知道了怎麼辦 誰叫妳要講 謝謝妳 在我們單獨的時候 妳都像爸爸一樣照顧媽媽對不對 對 刀子嘴豆腐心的戴云菲 最後也終於讓步 慢慢的撩擂齊 妳現在剝皮剝得比我還慢 當初她在嫌我的時候我也是 我的母子剝到死掉了 隔天剝到死掉了 因為一直剝一直剝 因為她有心 她的指甲比較軟 她整個翻起來 那你沒有感到欣慰嗎 你今天有這樣的成就 讓我發現你的專長 我覺得太辛苦了 那如果讓你從頭選過 你還要選 我要上班 對戴云菲來說 從如魚得水的食品印刷葉 轉行做滷味 這樣的大轉變 也是需要點時間調適 有時候 滷了將近一千隻的鴨頭 還不夠賣 還要再滷 所以我有時候滷到我頭多大 我現在看到頭我都怕 看到鴨頭頭就大了 我的客人在賣烤鴨的 我就說頭多掉 頭多掉 翅膀也多掉 腳也多掉 我只要身體就好 我看到那些我都怕 每天看每天 每天看每天怕 我看得怕死了 更大的煎熬是 面對自己用心滷出來的美味 戴云菲一口也不能碰 那個頭一滷出來 切給客人的時候 那個香味 那個從鼻子裡面 裡面這樣子聞到 真的受不了 我就忍耐忍耐 不然我一直吃 口味會越來越重 到客人口中會越來越鹹 越來越辣 越來越麻 所以現在戴云菲 連最愛的麻辣蓮藕都不吃了 就怕貪吃扎了招牌 貪笑風生的表面下 有著職人般的用心 做滷味做得像個品酒師 放下自己的口腹之欲 連鹹度劑甜度劑都用上 只希望這號稱正宗四川麻辣味的丫頭 能夠更像台灣味靠攏 有趣的是經過五年的經營 他們培養出的死忠顧客 耐辣的程度 卻早已遠遠超乎 戴云菲當年的想像 讓藍芊搬回一場 終於可以下手不再手軟 因為這個辣椒非常的辣 然後最開始我們沒這樣做的時候 那整個臉啊 晚上回去都沒辦法睡覺 火飄火辣的 好像螞蟻在爬在磚一樣 我那聰明的老公想出辦法 就說那乾脆戴著頭盔做 真的就有效果 藍芊跟從老家搬來這四川泡菜壇 像泡菜一樣讓剁椒在壇裡發酵 辣度直接破表 就是大家吃大辣跟特辣的人 就一定要在背景高 只要吃辣就像毒品一樣真的 你只要吃辣你就會越吃越辣 就是越吃越過癮 所以說我們就在家 快受不了了 真的很好吃 太棒了 好 這個麻辣怎麼可以接受還是吃 是微辣還是大辣 大辣 不會辣到噴火嗎 如果有的 如果可以噴得出來 我也想要噴這樣 麻辣夫妻創造出來的麻辣滋味 意外擄獲台灣嘴 潮歸潮 戴雲飛還是很感謝 這位當年為愛走天涯的麻辣丫頭 勇敢地闖出了夫妻倆的新人生 歡迎收看新集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台南市佐鎮區的二寮村 這是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偏僻部落 人口外流嚴重 順不到幾戶人家 但最近卻新開了一家烘焙物 聽到的人都質疑 老闆是不是頭殼壞掉了 原來這是五年級生 林黃營放下自己打拼一輩子的麵包店 毅然決然回鄉照顧92歲的失智父親 以及高齡80不良於行的母親 而她的麵包裡藏著什麼樣的滋味 讓許多客人願意不遠親離而來 只為一嘗她的孝親麵包呢 一起來看看 好軟啊 很軟啊 很軟啊 就翁山野嶺裡面 妳看都覺得奇怪嗎 不是看得到早啊 是一個孝子啊 天光雲影瞬息萬變 壯闊氣勢震撼人心 這裡是佐鎮二寮 擁有全台獨一無二的日出美景 每每吸引不少的遊客 不過事實上 這裡是一個前不著村 後不著墊的偏僻山區 人口外流嚴重 而在這深山裡 卻有一家新開張的麵包店 迫不及待 等著開工 輕按慢壓 力道均勻 麵團立刻乖乖聽話 展現出最完美的姿態 輕鬆幾刀畫下 裡頭香氣濃郁的芝麻 馬上探出頭來 林華麟四十年做麵包的功夫 果然不是蓋的 彷彿台灣版的少林足球 所有動作一起喝成 這是她每個禮拜五 一大清早的例行公事 也是她最開心的做麵包時間 林華麟夫婦的麵包店 原本開在市區內一週營業至少五天 現在回到深山裡 一個禮拜只開工兩天 香甜誘人的奶酥餡料 包入一團團Q彈有勁的麵團內 林華麟想好好把握住 深山裡每一個賺錢的機會 就快四十年了吧 三十八九年了吧 做麵包其實很辛苦 時間很長 一條條看似平凡的吐司麵包 卻有著一對年過半百夫婦 最不平凡的兼職 為了照顧雙親 林華麟省下了十多年的心血結晶 然而這個決定 卻差點掀起了家庭革命 對啊 因為那個決定太衝觸了啦 因為畢竟在台南做十五年的妳 都是老顧客了啦 妳突然這樣子 突然說收就收 就是真的很捨不得啦 妳要黏涼的嗎 對 九十多歲早已失智的林爸爸 身體還算硬朗 智商卻退化成七歲的小朋友 有時候連自己的孫女都不認得 那三...差不多三年前了 三年前 他還會騎兜外出到這裡 剛剛還不認識啊 都有叫他打招呼 對啊 對啊 我敢來載湯的時候 我怎麼說 三人敢來說 我不知道 妳這樣好了 我已經失智了 妳可以來跟台南餅 妳要跟台南餅都可以嗎 這個她的女婦孫子 她就不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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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問說 那個女生是誰 不認識了 開一台車來放這裡 開那間店 前後都開十五年了 那... 就是要看兩個四大人這樣 不認識了 我就想說 我回家把它處理 真心思辣 聽天明 可以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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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爸爸失智 八十三歲的媽媽 也不良於行 連照顧自己都成問題 沒關係沒關係 我看的沒關係 坐好 買的啦 我看的買 來 比較大 對嗎 對嗎 真的很貴耶 好吃就好了 這次我們老婆鄉農 先煩雞 沒有意思 送去雞尾了 雞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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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她先來 我問說 你們家裡吃到肉 我聽到 我說怎麼 嚴重的影響不良 不要太油太重 或是不要太鹹就好了 因為每一項東西都吃 她營養都吃得到 你如果說 像他們以前都很節儉 所以吃東西都蠻 真的還稠 所以那些東西都 比較營養不足 每週固定回家探望涼老 卻發現他們越來越瘦弱 雞尾幾乎都紅著眼眶回家 她暗自在心中下了決定 不管怎麼樣 還是自己的親人來照顧 是最好的 請我下去 不一定會盡心 還是自己的親人照顧 是最好的事情 講實在的 她對我們家也是有責任 這個是大家兄弟姐妹的責任 我不是說推脫是怎樣 我是覺得應該有解決之道 回家照顧涼老 雖然不用支出看護費用 一個家庭的收入 卻短少至少四分之三 面對老婆跟女兒的高分被抗議 林黃營還是堅持己見 我是覺得朋友 做人家裡是應該做的事情 這沒什麼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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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這樣吃 有比以前 你跟先生人在這裡吃的時候 比較空派 這裡有菜 有 有 林黃營的堅持 讓爸爸媽媽天天能安心 吃頓飯 她覺得 這個比什麼都值得 北母 只有一次而已 你等下 時間夠 你不回家處理 不回家照顧 你以後吃老 你會救火 日常午後 專屬於母子倆的彈心天地 就在家門前的菜園 做好吃好 做壞吃壞 也就像這樣吃 過去是自己在這片菜園 種菜給兒子吃 現在菜園裡 反覆來回浇灌的身影 反而成了一手 拉巴搭的兒子 林媽媽的心中 有著滿滿的感動 如果我一個 比較在家裡沒辦法 所以你的希望 他一定在你的心腹心嗎 有啦 這樣會適合 大家也在心腹心 雖然陪伴在母親身邊 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但夫妻倆總得先餵飽自己的肚子吧 於是林王寅把老家改造成烘焙屋 靠著老顧客下訂單 暫時解決 營收問題 我真為她的心腹就是 放在這兩個世大人的心上 今天就是我沒去想 這日後的日子 走一步算一步啦 儘管林王寅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情 但山下的老顧客 卻時時刻刻思念著 這陪伴他們十多年的好味道 於是山上的麵包店 每週開張兩天 林王寅的小女兒 還會放下小孩上山幫忙 只為了一緣爸爸孝親的心願 11點多了耶 等一下要做那個蛋糕吐司 那個 他技術上他都不學 只會學一些包裝啊 做一些雜事啊 嘴上唠叨 林王寅可感激著女兒的那份體貼跟窩心 自己從13歲就離鄉背景 到市區當學徒 學密貌的淚他最清楚 怎麼會捨得出家的女兒 跟著他一起吃苦 打蛋的時候 就要小心不要讓那個蛋黃破掉 它分開的時候也不要讓它破掉 這個破掉在裡面有蛋黃 它就打不起來了 三十多顆黃澄澄的蛋黃 在林王寅輕柔巧巧下 乖乖的在盆子裡排隊 過篩後的高筋麵粉 彷彿空氣中的銀白細血 要跟鍋爐中的奶水 一起激盪出最美妙的滋味 當蛋黃哥跟蛋白妹再次相遇 兩者只想呈現出自己最完美的姿態 但這一回還是得透過林王寅的巧手牽線 才能完美結合 讓他們彼此毫無缺憾 這沒有辦法 不行 沒有辦法 你看我們在工作太柔弱 真的是不能夠做這個 真的是 而且要能忍受那個燙 熱度 其實他們兩個 尤其我們剛才他們是很辛苦 他們很不容易 跟我搭上去 我也是很感心 他要對我這樣吃苦 算不簡單 說那個 很感謝他 你們剛剛有聽到那個 男主角的珍惜道白嗎 有 有 有聽沒到 這邊聽 這邊出去 很感動這樣喔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 菠蘿兩個 沙肉肉鬆兩個 蔥花肉鬆六個 蔥花肉鬆點六個 阿曼蘇吐司 一個兩條 剩媽媽兩條 阿陳太太一女一條 捷緊傍晚時間 出貨的時間快到了 母女倆加緊腳步 就怕老客人到了攤子 找不到人 老婆的摩托車跟女兒的轎車裡 載著她們一家人 辛苦了一天的成果 也承載了林黃瑩一家人的希望 好 六十五 五十一百一十五 攤子才剛剛擺好 老客人七手八腳 趕緊上門搶購 得等上一個禮拜 才能吃到的 有古早味的台式經典 老麵包 他七十五十加一百二 一百二一百九 三百三 天色健暗 但這對母女在齊樓下 為了一個家 為了成全先生心願 而努力打拚的身影 卻更加地清晰 也看老客戶一一上門 熱烈寒暄問候 一天的辛勞 彷彿都瞬間消失 對這些老客人而言 這對母女的小小麵包攤 不僅僅代表著可口與安心 更是一個女人 拉著女兒 堅持守護老公 用愛跟孝順所製造 來自深山裡的孝子麵包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 粄豆超過四十年的汪毅勇 他將本土味十足的粄豆文化 結合國際品味 讓台灣的粄豆更上一層樓 還有愛鬥嘴的藍欠夫妻 努力地摸索出接近台灣口味 又不失正宗四川麻辣味的 冰鎮麻辣鴨頭 而五年吉身林黃瑩 放下自己近一輩子的烘焙事業 回鄉照顧年脈雙清的孝心 更是感動不少人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靜潔台灣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廖婷娟 我們下次再會了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